另外就来看到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在事发地点的登山口这边 家属已经来到了现场来进行招魂仪式 可以看到今天阳光露脸 其实气温没有这么的低 不过家属还是忍着心痛悲伤的情绪 来到了登山口这边来进行招魂的仪式 由于事发湿湿的地点 是在地处比较遥远的地方 所以从今天早上比较早的时间 大概八点钟的时候出发 一路来到现在十点零六分 他们前到登山口这边 要来进行招魂 也告诉他们要回家了 这一次在空难中失事罹难的这一位 是有兵王称号的总事官长 他叫做韩正宏在事件中殉职了 同袍后来也回应说他 其实平常做人非常的诚恳也很真诚 说他是暖男其实也不为过 其实韩正宏他在脸书的标题封面 曾经就PO出了这一张照片 说不论发生何事都是注定要发生的事 如今看来也格外让人难以接受 另外这一位训职的中将洪洪军 曾经被派到美国来受训 而且他有这样的称号 叫做两栖蛙人将军的称号 为什么呢 因为当初他被派到美国受训 其实这个受训是非常严格的 是什么训练呢 突击兵的领导训练 说能够顺利通过培训的选员 大约只有四分之一人可以顺利通过而已 而洪洪军就是其中一位 可以知道他的能力其实非常的出色 至于呢 前AIT的五官陈英 跟他就是那时候的同学 陈英后来也回忆 说两个人在美国的受训期间 再三的称赞洪洪军非常的优秀 还曾经给过他非常多的建议 那次黑鹰直升机发生了意外 外界也很好奇 其实是有两条路线可以走的 一条呢就是海线 另外一条是绕比较远的山线 可以呢 这个山线可以发现 这个山线是直线飞行的 所以大家也好奇 虽然呢 这个路途好像比较近 可是呢 山区的云雾状况 天气状况比较多 为什么后来还是选山线来飞呢 友军是加拿大分析了 原因是什么 因为呢海海线跟山线两个比起来 山线可以快20到30分钟 所以呢 如果评估当天的天气状况是允许的话 大部分还是选择 路途比较短的山路来飞 1995年11月5号 和画面上同机型的空军S拐动C直升机 从台北松山机场执行勤务 但是在飞往宜兰途中 在三叼角北方实力处 跟管制中心失去联络 造成三人罹难 这条路线就跟这次黑鹰直升机 迫降路线相似 外界也好奇 明明有海线可以走 为什么会选择飞相对复杂的山线 不过资深飞行员透露 这个航线对军方直升机飞行员而言 并不陌生 从台北往宜兰有两条航路 一条是山线 以直线飞越乌来平邻 另一条则是飞出基隆港后 转往南边的海线 以台北苏澳的距离 山线就能缩短20分钟时间 这条航线你一定要在全程要保持在3000英尺以上 然后它飞的过程中 它也是说它那个云程在3到5000英尺都有云 然后是合乎当时目视的飞行条件 单趟可能会差到快20分钟 军事专家也强调只要天气允许 飞山线并没有问题 但是因为地形气候复杂 加上直升机速度较慢 偶尔遇上一阵风把云吹过来 漠视条件就会受影响 因此军方也有飞行SOP 依照每次的飞行计划 在起点跟终点之间 航管会设下好几个IP 又称为强制报告点 要求飞行者回报当下状况 这次黑鹰前几次都回报正常 后来却光点消失 然后台台就会开始帮它计算时间 因为也要计算跟其他飞机的间隔 各种空中交通是所需 如果说今天你在这个点 你没有及时回报 或说你在这个点回报时间误差甚大 那这个时候航管单位是不是就怀疑 你这个飞机是不是出事了 即使再有再高层的长官 任何的飞行高度和航线 只要有纤维更动都要回报 毕竟一滴开地面 谁都无法精准预测 下一秒空中的变化难以掌握 东西闻成员响李华贤 台北赞报导 而这一次黑鹰发生意外的事件 让蓝绿都停止了竞选活动 在1月2号的早上 当时有总统蔡英文早上7点半 还来到校具 但前面拜票向候选人致议 没有想到后续就发生了黑鹰 疑似坠毁的消息 后来确定是迫降失事 所以你可以看到 包含了像后面的这些行程 参访屏东 还有一些造势活动 都已经通通取消 另外在蓝营的韩国一方面 当天其实也有录影专访的也取消了 后来改道是和朱立伦 引起到三总的怀德厅来这边致议 所以活动很罕见的是 这一次事实上史无前例 选前八天蓝绿都暂停选举活动 不过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他就怎么说的 他说第一时间听到 这个执政党说要来取消 造势选举相关活动 他认为这个是典型的执政优势 因为既然中央政府说要停止 那我们当然也跟着停止 不过这一番话立刻引起了争议讨论 下手资深媒体人冯光远 他就说重提了之前活摘器官的争议 说这个事件呢 柯文哲根本没有异德 怎么可以理解这样子的配合 要致哀悼念 所以停止竞选活动呢 但对此而柯文哲 他又再度来抢冯光远 是智商有问题 柯文哲重申 他所谓的执政优势 指的是执政团队才会知道 第一手的确定情况 先前在高雄市长的选战 帮韩国威府选的韩冰 到现在都还没有现身 那许多支持者期盼 可以在选前的黄金州 可以见到韩冰 详细内容交给记者周世平 另外在投票前 又发生了这样的争议 是总统蔡英文禁办发言人林静怡 接受外国媒体专访的时候提到 中共不放弃武力犯台 主张统一的人 对国家而言就是叛国 此话一出呢 又立刻引起了争议讨论 甚至连法学界也一致踏伐 来看详细状况 来关心国际上 中东情势再度紧张 因为昨天美国是以无人机来攻击 也击毙了伊朗第二号人物 苏雷曼尼 他在当地呢 是有这样子的称号 叫做影子将军 还有中非蝶王称号 如今呢 身亡引起了伊朗不满 扬言要报复 让中东的局势陷入紧张 美国除了呼吁 美国公民要紧急撤离之外 川普他也发表了最新谈话 来听看看详细说法 那因应2020东京奥运的大量人潮 日本当局也拍板 将要耗资32亿日元 在陈田还有雨田等等机场 导入人脸辨识系统 未来呢将可以简化 行李检查 还有登机流程 再来关心三种追变的情况 国防部长刚才前来慰问伤者 不只是陈映竹第一时间联络 也提到了曹敬平 刘孝唐在事发后 用LINE跟应变中心联系 最新的内容 联系给记者罗艺景 好 黑暗事事到现在 已经第三天了 国防部长今天也特别到三种 这边来探视这五位伤者 那么其实这五位伤者当中 还有两位包含了是黄又明 以及另外一位是陈映竹 都还住在加护病房里头 那么刚刚国防部长 也特别提到说了 事发的经过 大家都相当相当的好奇 到底撞击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那么国防部长也说 在第一时间 曹敬平中将 以及刘夏藏少将 因为两个人的 受伤程度比较轻微 所以第一时间 他们就赶快用LINE 跟对外联系了 我们来听一下 稍早部长的说法 提到生还者 当时已经跟军方 来进行第一时间的联络 而军方这边也赶快指示 他们用吹哨的方式来求救 不过大家很好奇 是说撞击那时候 到底这个直升机的 反应是如何呢 那么这个国防部长 也提到说了 当时他们描述 是遇到相当 相当大的碰击 但是到底 有没有撞地之后 还有旋转这样子的情形 国防部长说 现在黑盒子找到了 要进一步来判毒 才有知道答案 那么另外 就是伤者的部分了 五位这个伤者里头 两位加护病房的 像是陈映竹的部分 院长也提到 他大概在观察个两到三天 就可以转到普通的病房 不过黄又鸣的伤势 是比较严重的 可能还要再观察 一个星期左右 那么另外呢 住在普通病房的 三位伤者来讲呢 现在的稳定的状况 都还蛮贫富的 只是说呢 现在呢 也能够下床 来进行活动了 那么像是我们在现场这边 掌握到的最新状况 再把时间镜头交换跑内 黑衣直升机迫降失事 造成了845伤 而对此 行与航空的创办人 张国伟就在脸书上面 提出了质疑 他颇为指出 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要让这么多 国家新级将官 都坐在同一架直升机上 还问这个国家 军事制度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甚至也质疑说 要查出是谁安排的 依法就办 甚至说应该要枪毙 但对此呢 国防部回应 当时是由总长沈一鸣 率领其他的军官 前往宜兰 来进行春节慰问 并没有主官和副主官 同搭一架直升机 另外 实事地点 真的山势险峻 向有资深的山友 他两年探访了四次 回忆起来 其实天气不好 白天都遇到了起雾 而胜利呢 因为景色非常的优美 曾被电影 赛德·戈巴莱 向众来驱敬 如今这一片美丽的山林 多了悲伤故事 黑衣直升机失事 会不会重启到选情呢 因为参英文阵营 马上宣布 停止竞选活动三天 韩国瑜阵营则停止两天 小细内容交给韵涵 谢谢佳璐 带来看到 其实这画面呢 是昨天总统获选 韩国瑜前往的 那湖三种调研 所谓的灵难者 而当时候呢 他到达的时候呢 表情非常哀气 此外呢 对于媒体询问 他也是不多做任何的回应 甚至呢 连事前发腰彩的部分 也没有提醒大家说 大概是什么时候去 而是突然就现身在这个 怀德厅的现场来调研零难者 其实呢 在这个黑鹰直升机失事之后呢 总统蔡英文是立即宣布说 暂停三天的竞选活动 而至于呢 总统候选人 他这个对手 韩国瑜呢 则是说大概是暂停两天 大概是今天下午的 包括归人的这个造势活动 还有呢 晚上七点的这个证件发表会 他都会如期举行 那这件事情到底会不会冲击选情呢 有资深的媒体人黄伟翰 他就认为呢 其实应该是还好 他在政治节目上面 谈到了两件事情 一件事呢 是当时候的921大地震 还有呢 是319枪击案 他回忆到在921大地震的时候呢 其实当时候距离选举 还有半年的时间 至于319枪击案 各位都知道 当时候陈水扁遭到枪击之后呢 他还提到说 原本呢 一开始是马英九要去看他 后来呢 因为不方便唯有取消了 而这件事情呢 后来也直接冲击到了选情 而他认为呢 这一次黑影直升级失事的意外呢 他认为可能 对于选群的这个选举人呢 是不是应该要暂停这个活动的部分呢 他认为目前看起来 各个选举人的这个处理方式 还算是妥当 此外带你来谈到 这次整起事故的救援时刻 有一位女英雄 特别值得被大家注意的 就是这位登山达人陈秋霞 他被誉为是台湾高山的活地图 因为他本身在这个爬山的经验 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早在30年前 他就已经登上了台湾 大概有百月这么多 因此呢 他这一次呢 也特别提醒整个搜救团队 他怎么提醒呢 当事件一发生 消息传出的时候 原本乌莱分队是要在这个集结点 往右边前进 要去救援的 但是他就发现说 不对 其实根据当时候的 事发求救序号来判断的话 应该是会许 去说这边的从后步到过去 可能会比较接近一点 因此呢 他就建议了这样的一个建议之后呢 带人直接再走到前面 而且呢 他非常熟悉路线 也都没有带什么装备 就带着前面的这个搜救人员 尽速的前往到救灾的现场 果然让整个搜救行动 顺利进行 大概在12个小时 就完成了整体搜救 因此这一次 大家都认为说 这样的登山达人出现 让整个救援行动 顺利的进行 而他这次也被誉为是 高山的活地图 回过来看 其实他的经历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因为他其实目前 是在民政局担任要职 但是呢 他自己本身平常 也会帮消防局 实施各种救援活动 非常感谢这样的女英雄 在这次事故发生之后 第一时间带颖的搜救团队 大幅缩短了整体的救灾行动 再把时间交回家庐 好 谢谢蕴涵 而再来看到 则是高雄游民阿贝 喝醉酒来到了隐城大闹 还不停地大吼大叫 对着隐城的工作人员标骂 把工作人员吓到 立刻打电话求援 最新状况 联系给记者李怠君 民众在脸书分享 在街头上看到你 我也宅配物流女司机 结果呢 觉得他长得好亮眼哦 拍照上传引起了网友骚动 可以看到画面左边 这一位是物流女司机 绑着妈喂精致的五官 让大家看得目不转睛 而且发现有明星脸 大家放在一起比一比哦 说他根本就是 宅吉配版本的邓紫棋 同样也是重脸 是大陆女星迪丽热巴 之前跨年晚会上演出 有人发现呢 这一次的造型是 中分长发配上了大红唇 意外和女星范冰冰 有一些绳子 最近这个游戏真的好行 是Switch游戏 健身环大冒险 让好多民众来抢购 时间来到地下街的电玩区 各个店家也说 已经缺货 缺很久 但网络上想买呢 价格已经飙涨了两倍多 工手挤压健身环来 挤破木箱 这玩久了手 还真的是有点累 不过就是因为 结合了运动和健身 让游戏大缺货 拉弓箭 练手臂 还是跑跑跑练腿力 各种关卡都让不同部位 动一动 这游戏到底有多夯 实际到了台北地下街的电玩区 来询问店家 发现店内不止放了一个大大的招牌 而且也是在缺货当中 像这个早就已经被下定 看得到却买不到 因为有货的老早都被下定了 店家甚至透露 要排到农历 过年后 台湾代理商展击国际 也说得看原厂供货 而日本任天堂 更是罕见 在官网发出道歉 我会想买 可是现在缺货吧 缺多久 我上个10月的时候就在找 然后没有 你在玩的时候还可以去跑步嘛 对不对 健身嘛 然后其实我原本也可以拿得到 但是就慢了一步 更有人大赚缺货财 网路上拍卖一搜寻 才发现价格整个是翻倍跳 竟然卖到5000多块 民众大喊是下不了手 完全不可能 我是选生 我没有那个财力 蛮有兴趣的 只是就是没有货 对啊 就是你没有特定说 一定要去找 看有没有退烧之后 会不会比较便宜这样 游戏热潮 Sony新一代的游戏机 PS5也来了 传出3月就要预购 全新手感设计曝光 两大亮点 其一使用触觉反馈 会有不同的模式震动 也要加入主力机制 要提升游戏的真实性 甚至还要用Type-C来充电 持续进攻游戏商机 东森采音新闻 刘布希和昆元 综合报道 有汪穿衣 还有魏曼 吸手演书的九五点滑去 最新的剧情当中 上演了沉船落水 不过其实拍摄当天 遇到了下大雨 还有低温 演员还是很惊艳 照样下水拍摄 大天艳者呢 就趁着年节之前 推出了一系列的智能家电 宝海兰奈船部长徐国勇 她还特别来到了现场 亲自来示范看看 如何简单用料理炉 来煮虾子 现场还有真空的冰温室 还有滚筒洗衣机 就种AI智慧的感测 一个按键就可以洗衣服 也是要搭上民众 年轻买智慧家电的时机 最近有一名女网友分享 她是来到超商取货 没有想到呢 发现她的包裹 竟然是用红白塑胶袋包装 觉得里头买什么都被看到了 根本毫无隐私 于是给对方两颗心的评价 没有想到呢 这个卖家是以一颗心的差评 来回击她 还说难道是我要用包装纸 寄去给礼物 当给你的礼物吗 许多网友则留言说 这样子包装真的太随便了 一点也不尊重买家的隐私 再来关心则是黑鹰直升机 失事的地点比较遥远 家属已经来到了登山口 进行招魂 其中离难证驾驶 叶建仪的爸爸也哽咽难过 林谢记者黄书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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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